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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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e up rs 046590281856404800 给视频 不吝就会时动情现场 全场沸腾掌声雷动 时长约50亿秒 腾讯体育8月3日去 尽管意大利门神不吝一汉都没能在今下参加俄罗斯世界杯 但是在世界杯进行期间 不吝一就成为了全世界球迷的焦点 在加盲巴黎之后 不吝很快就来到球队与队友会合 并很快的和他们融入到了一起 为了让新来的球员更好的融入球队 大巴黎队中 还有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 那就是新加盲的球员需要在全队面前唱歌 这部 在法国超级杯即将开幕之际 不吝也在全队聚餐的时候戴着墨镜为队友申请现场 根据每日邮报的最新消息 本周四下午 在大巴黎全队聚餐时 不吝也是一盏大将风范 当时的不吝戴着墨镜 站在凳子上 神经妹全队深情现场 唱到动情处 他握紧拳头 挥舞手臂 阿黎全队听得非常投入 在不吝一曲结束之后 阿黎全队也为这位意大利门神送上了雷雷鸣巴的掌声 虽然说不吝加摸巴黎也快一个月了 但此次的法国超级杯 可以算了上市球队的第一次集结 因此不吝也仍是得在自己的新队友面前一盏歌喉 很快 不吝这样的英姿 就出现 在了社交媒体之上 他的队友维拉蒂将这段精彩的演出PO到了他的INS上 随后无数球迷将其转发 其实不吝尽管已经到了不获这年 但是他的心态一直都是非常的年轻 再来到巴黎之后 不逢也在一直在媒体面前表达了自己不惧竞争 因为他来巴黎之前没有任何人向自己许诺过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主力位置 我还没跟任何人谈过这事 是否获得主力位置 但对我而言 有一点非常重要 在我24年的职业生涯中 从来没有人向我许诺主力位置 我相信所有的球员都必须刻苦训练 为了教练让自己上阵 时能处在最佳的状态而努力 我必须再次强调 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教练需要时能做到最好 同时也能帮助其他人取得进步 这两项职责我都必须承担 从不逢的话语中 我们也不难看出 这位老将依旧有着年轻人的追求 现阶段 不逢正在深圳被战绩将开始的法国超级杯 在中国球迷面前 不逢也展示出了自己一贯的亲和力 当然 在参加全队的保留节目时 不逢也一点都没有怯场 在全体队友面前展示出了自己的大奖风采 或许这样的现场举动 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位老将有着一颗年轻的心 在这种情况下 不逢的歌声到底几何 也已经不重要了 加加布鲁根 加布鲁根